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杨茜 李宗盛 杨茜 李宗盛 杨茜 李宗盛 他说从会计人员的工作满意度 他发现说有五个东西 是跟工作满意度有关的 一个叫做升迁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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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发展是第一个工作满意度相关 第二个是什么呢 叫做成就感 工作的成就感 然后第三个呢 他说叫做对上师的满意度 对上师的满意度 第四个呢 是叫做工作伙伴 工作伙伴的满意度 最后一个叫做薪资的满意度 好 我把它特别抄在黑板上 为什么要抄在黑板上 我刚刚讲了 文献 为什么要找那么多文献 那找文献的目的是什么 我只是举一个例子 我的题目叫做工作满意度跟 劳动情绪的关系 而且是以连锁的商店为例嘛 好 那工作满意度呢 我必须要先了解说 我认为的工作满意度 跟别人认为工作满意度有什么差别 那我要去找啊 我就开始找很多文献 结果发现到现在第三篇文章了 其中有一篇文章提到 他把工作满意度定为 生鲜发展的满意情形 成就感的满意情形 上司满意度的情形 工作同伴伙伴的满意情形 还有薪资的满意情形 那我们再看看 如果说我在找别的文章看看 像 我刚刚是这个是找过了 没有吗 如果说女性军官 她的工作满意度又是如何 我们可以看出来 如果她不同的对象 不同的人写的东西 她的工作满意度会有不一样的一个结果 假设这一篇 你看看 这一篇文章 她说 我国女性军人工作满意度的探讨 这里面她看 我们来看看她工作满意度是怎么讲的 她这里有写 工作满意度的定义是什么 工作满意度的定义是什么 然后工作满意度 军中她也是一个小型社会 所以工作满意度高的时候 军人会有比较正向的一种态度 然后工作压力会比较减少 这是她的解释 那到底她工作满意度包括哪一些 我们来看看 往下看 她认为 她认为 她说 她的工作满意度是用一个问卷来做的 这个问卷呢 是叫做MSQ 叫做Minnesota Satisfaction Questionnaire 是明尼苏达州 它的一个问卷 这里面包括什么 我们来看看 这里面包括 你看到了 自尊 成就感 薪资 升迁 工作保障 工作环境 同事 自主 来 你看 我把它写在这边 他写说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 成就感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然后呢 自尊 是一个 再来是什么 升迁 工作保障 升迁 工作保障 再来是什么 是 良好的工作环境 同事间的和谐 工作环境 同事和谐 然后呢 薪资也是一个 很重要的部分 对不对 然后呢 自主性 还有自主性 我刚忘了 自主性 你看 这有什么差别 有没有差别 有吧 好 我看了 四篇文章里面 从两篇 把它找出来说 光是工作满意度 摩甲 这一篇文章 它探讨的 像这个里面看到的 升迁 发展 成就感 丧失 满意度 工作伙伴 薪资 这个 是它这一篇 这一篇 这一篇的文章 是对某一种公司 某一种目的 它列出来的工作满意度 另外一篇文章 它也是针对工作满意度 然后不同的对象 它做出来的工作满意度 结果 你发现 它们差别在哪 来 那个后面 你啊 打瞌睡了 问问你就会不会 精神就会好一点 来 你说这两个有什么差别 你看一下 差别 最大差别在哪 这两个 这样子 这样子最大差别在哪里 这几个跟这几个 有什么差别 看出来 成就感有没有 都一样 升迁也有 工作满意度 上司的满意度 这里面有没有 同事 工作伙伴 薪资 好像 这边蛮注重薪资的 那边 好像没有提到薪资 是不是这样子 还有呢 还有哪个地方不一样 我们看看 打勾好了 升迁有 成就感有 工作宝藏 这里面工作宝藏 这里面工作宝藏 没有特别 这边没有提到 那工作环境 工作环境 这里面有工作伙伴 同事和谐 工作环境 这里没想 自主性 自主性是什么 是这个叫做发展吗 没有 还是有差异性 对不对 还是有差异性 如果说你看了十篇文章 可能会有不同类型 是不是这样子 你看了十篇文章以后 可能会有十篇不同的东西 可是一定会有相同的 然后差异的地方是看你自己去取舍 所以 如果你现在的论文 你现在的专题制作 其中有一个部分叫做工作满意度 你们可以自己去选择 像升迁 成就感 同事和谐 如果你看了十篇文章 十篇都有 表示这个是一定要的 重要的 大家都认定这个东西是非常重要的 那你不能把它舍弃 不能舍弃哦 在你的一定要有 可是像这个 剩下的 你到底要不要选薪资 要不要选上师满意度 要不要选自尊 工作保障 工作环境 这些自主性 你要不要去选 那就要看你的专题制作的 这个问题 你要解决的问题 到底它重不重要 如果不要不重要 你就不用选择 那谁来判断 当然就是你们的 你们那个公司 或者你这个要求 去解决问题的这个主管呢 他来做决策了 对不对 好 做了决策 不要忘记就是说 你要选择这个项目 你要有充分的理由说 为什么 为什么我不要看 薪资不要看 为什么我工作保障不要看 你有充分的理由啊 这样懂了吗 所以文献探讨是非常重要 你要去决策 你可能你在想的时候 你不去注意别人怎么想 当你想好以后 你看别人的时候 发现 怎么他认为这个很重要 我却没有想到 那就表示说 你要去思考 到底这个对你重不重要 还是你之前 你没有注意到了 如果你没有注意到 你要加上去 如果人家写了 你确定说 这真的是无关 没有关系 你就把它舍弃 文献的目的是这样子 这是第一个目的 我可以了解 我上一次有提到 你看这个地方 我再两分钟 你再休息 我上一次有提到一件事 这里也有 这里也有 意义内涵跟结果 这里面是 假设我这个是属于意义 还是内涵还是结果 同学 看到这边 看到这边 我刚刚说 这个我写出来这个 这一边是某一篇文章 它谈到工作满意度呢 它认定 它们在探讨的地方 有这几项 这是另外一篇文章 它看到有这几项 然后你们要做一个 假设看了十篇 五十篇以后呢 好 好 好 听到这边 假设说这是我们的 找到的结果 然后呢 我最后五十篇以后 我会选择我真正要去探讨的 所以这是应该在哪里 意义还是内涵还是结果 赞成是意义的结果 举手 赞成是内涵的举手 一个 赞成是结果的 一个 好 还有没有再讲一次哦 工作的满意度是说 刚刚有提到有一篇写的 是指说你在工作上面 你这个工作上面 你对你的工作的内涵 你对工作的内容 你觉得说你会很适应 你会很愉快 这是工作满意度的意义 意义嘛 内涵是说 我所谓的很满意 所谓的很愉快 是因为哪一些东西 你觉得它是愉快的 那是叫做内涵嘛 结果是说 好 假设成就感越高的时候 它的工作满意度的 呈现会比较好 感受上会比较高 那工作伙伴越和谐 工作的情形 同时越和谐 它满意度就越高 这是结果嘛 所以如果这里看的话 这几个东西 应该是属于哪一个 意义还是内涵还是结果 没办法了解 它是赞成内涵的举手 赞成结果的 赞成是意义的 应该是内涵 刚刚内涵的举手的蛮多的 意思就是说 工作满意度的意义是指 你对工作满意度 这几个字的解释 解释 一句话的解释 那是意义 当然每一个人解释不同 你可以重整出来 你得到一个 你认为它的意义是什么 然后呢 内涵是说 这里面有很多项目 对我来讲 它的内涵 包含哪几个项目 这叫内涵 结果是说 好 假设是女性的同事 她在尊重 自尊的部分 分数越高 她的满意度就越高 这是结果 所以我们如果说 不同的性别人 我们怎么样让他满意度高 不同年龄 我让他怎么样满意度高 这叫做结果 如果说文献探讨 我一直强调 文献探讨很重要 是因为你定了一个题目 你那个题目呢 为了要解决你们公司的问题 为了解决公司策略的问题 所以我定了一个题目 题目呢 如果以个人的观点 以个人的观点 也许你会挂一漏万 你注重到某一个点 其他的忘 都忽略掉了 你花了很多时间 浪费了心 浪费了人力物力 达不到答案 就像现在 我浪费很多力气 在管理你们的教室的秩序 或者几个同学 这个第一节不来的 然后你第一节不来 我现在讲的时候 你就接不上去 你就在讲话 你就影响到别人 那结果呢 浪费嘛 就好像说 我现在为什么要跟你讲 题目定了以后 我要去收集资料 资料收集以后 做一个决策 哪一些是可用 哪一些不可用 因为你如果没有这样取舍 你浪费很多时间 最后得不到你的答案 好 那我刚刚提到说 假设 假设文献探讨很重要 那文献探讨呢 我把它 你够了没有 如果说 文献探讨 文献探讨里面呢 三大块是我们最重要的 这三大块呢 你朝这方向走 一定可以把你的专题做得很好 哪三个 一个就是所谓的意义 一个就是所谓的它的内涵 第三个就是这个意义 这个内涵所造成的结果是什么 好 刚刚这里是意涵 那我们讲这是内涵 那意义是什么 如果这里看的 这就是意义了 工作满意度 一般意义上的工作满意度 通常是指某一个人 在组织内进行工作的过程中 对工作本身 以及相关的一些工作环境 他有良性的感受 那感受程度叫做工作满意度 它就叫做意义了 这样懂意思吗 这里面你看哦 上礼拜同学跟我讲说 可以放大 我现在还是要找它放大的检视 检视 结果还是没有看到它的比例 那这边也没有看到它的比例 没办法 没办法 好 不管了 如果说是意义上是这样子 叫做某一个人在工作组织上面 他的满意程度 那满意的时候呢 当然我就会有内涵了 内涵就是括号那个 就是工作环境 工作状况 工作方式 工作压力 挑战性 工作中的 人际关系 这些就是它的内涵 但是你在做你的专题的时候 不可能通通全包 所以你要去抓 那这里就是我们刚刚看的 很多文章 其中两篇 一篇内涵是这个 另外一篇内涵是这个 那你要去取舍 假设通通都有的 那就表示它非常重要 如果有的公司 有的研究计划 有的专案 有这个 有的没有 表示它是可选择性的 那就看着你去选择了 那什么叫结果 结果你看 刚刚不是有一篇 我们找出来这一篇的结果 或者 你可以看到这一篇 你看哦 我磕手一到这边来 也许工作年轻者 年轻的人 比年纪比较大的人 工作满意度比较高 也许是这样子 那有可能哦 光是年纪来看 工作满意度高低 跟年纪有关 如果说 假设你们编故事 年纪大的比年纪轻的 工作满意度高 他可能原因是什么 他说他年纪大的 经验比较丰富 所以年纪大的是 比较不满意 抱怨比较多 还是抱怨比较少 抱怨比较少 那有可能 假设说 这种观念 年纪大人比较满意 年纪轻比较不满意 这个因素很多 可能是什么 可能是那个年纪轻的 他认为这个工作 对我来讲 是非常非常的什么 非常的 例行的 譬如说在 在这个 3C产业或者 电脑行业里面的 生产线 每天就做这个做这个 对我来讲 我未来有发展吗 他的满意度可能不高 中年的人 我已经过去都已经 没有其他的 工作经验了 我只能做这个 我做这个领的工作 今天他的薪资 我已经够养活家了 我希望放开我小孩 满意度高了 有没有可能 有吧 可是呢 如果今天是刚刚讲的 是生产线那种工作 如果同样 是年龄来做工作满意度的一种比较 我不是生产线 也许我是在 餐厅里面的服务人员 也许会有不同结果 也许会有不同结果 然后反过来 我又另外把这个工作 对象放到 如果老师 教师 教师来讲 他的年纪轻跟年纪大的工作满意度 也可能会不同 也许是年纪轻的工作满意度 比年纪高的大的工作满意度要高 那可能是他教的对象 甚至于说小学中学高 小学出国中高中大学研究所 年纪都不同对象满意度都不一样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呢 我们为什么要做专题研究 目的就在这里 如果所有的答案 所有的结果 你都能够去运用的话 那就不需要做啦 是不是 好 所以这里面呢 三大要项 回来这里 回来我刚刚的 PowerPoint这里 非常重要的概念 这三个 意义 内涵 跟结果 这是任何文献 最基本要讨论就是三个 现在问题来了 刚刚同学下课问我说 万一说 我的题目 我感兴趣的问题 过去都没有人做过 那我文献怎么做 我要到哪里找文献 如果这种问题存在的话呢 表示说 你有很大的发挥空间 你只能去找相关的 譬如说今天谈到一个问题 假设啦 假设搜 搜后族才是刚出现 现在出现已经好多年了嘛 啃老族啊 有没有啃老族 有吧 三四十岁 然后还不工作 还是在家里啃老族 他也不愿意出去 他不叫宅男了 他也不叫宅女了 他就是不出去工作嘛 两个礼拜前还是上礼拜 有一对这个姐弟 一个四十几岁 一个将近五十了 结果在那个公寮里面 被发现说饿了三天 都没吃东西 只靠水过活 后来被救出来了 当然有人用正面 有人用负面去看 正面说 真好 人的生命把他救出来 要不然他就死在里面了 没东西吃啊 没钱啊 那有人另外想说 哦 如果你了解他的背景的时候 救他是不是又害他 因为救了出来以后呢 发现说 一个将近五十 一个四十几岁 他们家以前是很有钱 父母亲很有钱 他不用工作 天天吃喝玩乐 然后呢 父母亲过世以后 留了一大笔财产 也是吃喝玩乐 没几年 通通花光了 花光了以后 也不工作 结果把他救起来以后 他居然说 跟警察说 警察跟他安排到 那个就业辅导啦 然后加这个什么中心 给他辅导他工作 他居然说 我不会工作 我没有能力工作 然后给他学习 我不想学 反正我也没希望 我就等死就好了 你干嘛救我 啃老族啊 结果啊 那如果这种 就是心的一个问题 也许你没有办法 去找文献 那你可以从什么呢 假如说啦 从心理的研究 去看这件事情 你不是写啃老族 你也许说 人的成长 心理历程 它就是一个 你可以找的文献 从心理历程 去发展出 你在啃老族 跟之间的关系 这样懂吗 你可以用 相关的一些议题 去找出 它的可能 跟你要讨论的问题 有关的东西找出来 如果这样看的话 变成说 心理发展城市中 哪一个心理因素 造成人家不愿意工作 这也是一个方式 或者说 像刚刚提到说 假设不是啃老族 假设我讲的是什么 是那个SOHO族 什么叫SOHO族 苏活 SOHO族 有没有听过这个 在家工作 small office home office SOHO 没有听过这个 我以前不知道 这叫SOHO啊 其实我在很早以前 我就做过这个事啦 我在很多年前呢 因为在公司上班 然后晚上又去上课 教书 早上七点以前出门 晚上十一点半以后 回到家 结果我小孩呢 我回家前 我回家前他睡觉了 我出门前他还没醒 然后礼拜六 礼拜天要加班 我一两个月都没看到我小孩 后来只好舍弃一个工作 舍弃工作以后 在家里做 我在家里做一个工作室 然后 自图桌 设计工作 我在家里做设计工作 我在家里做一个small office 很小的一个office 办公室 home office 就在家里做 是SOHO族 S-O-H-O 这种概念 现在还有很多 像你们现在不是有一个 叫做什么 叫做 叫做什么坑 你们不是有时候叫做 自己跟人家拿case Jcase 你有没有看到Jcase 你上网看 有一个很有意义的东西 像这个都是新议题 新议题大概不容易找到 真的不容易找到 假设我把 你看我抓一个给你看 我抓一个给你看 看到没有 Jcase 外包银行 外包银行 Jcase 这就是新议题嘛 你没有办法去 不容易找到文献 那可能Jcase就变成什么 从一些叫做 叫做 利润中心 或者叫做 个人公司 或者叫做什么 等等去找这个Jcase 这个人很聪明 他本来 我知道这个 这个过程中 因为这个Jcase好像没几年出来的东西 他很聪明 他以前是怎样 他以前就是 我有绘图能力 我有这个什么 编织能力 那我就在网路上PO出去说 我有这个能力 他做什么 后来他发现说 诶 这样不错 干脆喔 干脆他就 弄一个网页 就好像说 你听到 你听过那个 卖房子的网页 你只要给他300块 他就给你一个空间 去登录说 我要租房子 我要卖房子 300块 三个月 那Jcase就是 我给你一个空间 你可以在上面 你可以在上面说 如果你加入他的行业 加入他的会员以后 缴多少钱 多少个月内 你只要填上去 人家会找你 你的能力在哪 如果要开个case给你接 一个case多少钱 Jcase 那个J 变成接了 Jcase 类似这种新兴行业 你要去做这一方面的 专题的制作 专题的研究的时候 可能不容易找到文献 那Jcase就可能从哪里开始 从行销相关 可以从什么 工作的环境去做 或者说 从远距的观念 你知道吗 就是用remote control 那种叫做远距的观念 还有其他 其他这种虚拟 虚拟公司的概念 来做这一方面的 一个文献探讨 这样知道吗 所以文献我花很多时间 主要就是让同学们了解 文献它真的很重要 那为什么会有文献那么多 你不要去抄 抄没有意义 我特别把它写得很清楚 说告诉同学千千万万 要注意学术的伦理 你们的报告 你们的专题报告 它的过程 先定题目 定定目标 定定目的 接下来 你要去想办法 找很多的文献 文献呢 把它整理变成一个文章 去支持你 support 支持你的 这个 专题制作的理论 专题制作的程序 你要支持它 好 你把它做出来 这个地方 你必须要注意它的伦理 千万注意 文献探讨 文献的重点 整理的时候 这是三个重点 整理出来的东西 一定要有学术伦理 你不能抄一堆 抄一堆 没有用的 你看 我举个例子 假设你是抄的 如果你是抄的 那问题出现了 我们不是这个 有一篇不是什么 这个 治理技术学院 它给大家参考这个东西 这上面都有名字的 如果你上面抄出来 假设被人家这样抓出来 它控告你抄袭 那是很严重的事情 这样知道吧 有很多 你们学生还好 老师会被列为说 这个辅导对象 而且呢 如果要升等的老师 讲师升助理教授 助理教授升副教授 副教授升正教授 这个一路上来 如果被抓抄袭 他最轻的最轻的判 判最轻的两年不得升等 重的五年内不能升等 再更严重的话 永远不能升等 教师这个会被取消 升等以后会被拉下来 讲师到助理教授至少三年 助理教授到副教授至少三年 副教授到正教授至少三年 九年是最快的喔 九年能够升上去最快的喔 很少说那么快的喔 那这种你好不容易爬上去 因为你抄袭拉下来 那是很严重的喔 所以千万要注意到这个问题 学术的伦理问题 好到现在为止喔 从刚开始我复习说 还是一定要注意到 系统理论跟专题制作 规划想法的关系 然后呢跟同学们讲 这一本书前面三章 里面那几个图 图二之几图二之几喔 这流程的部分你们可以参考 接下来这个流程里面 跟我们计划里面 我们的专题制作的整个研究计划呢 或者专题制作计划 它的关联性我讲过了 然后再回复到上礼拜 接到上礼拜 我没有完全讲完的 就是我们的文献分析 它的重要性 它的做法 然后你还是可以按照 我上礼拜介绍的 你可以到图书馆 你可以到图书馆 这里 你可以到图书馆 可以到 用校内外的图书馆 用国家图书馆 用学术网页 用Google Scholar的网页 去搜寻到很多很多你要的文档 进行 我们下期再见 好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